发放工作是在救灾总会驻金门专员董伯俊和金门县政府有关人员的督导下 从9月27号开始以5天的时间巡回在金门县各村里工作进行的 全部发放工作已经在今天中午顺利的结束 一共发出了百里六万两千三百多公斤 价值台币四十四万九千多元 政府这种爱民著名的德政使得深受其会的战绩贫苦民众都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感激